我说台湾的外事单位 不要去蹭美国的人量 结果外事单位 它发布了一个消息 它发布的消息 就是指责我们 就是关于所谓的 高估气球的问题 台湾的外事单位 需要讲的那么多吗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组长人 张有话 蔡英文没有金刚固体 连美国都感到了忧虑 小美琴这次回来 应该会转达美国的忧虑 我问过华府的朋友跟记者 就是过去美国政府 从特朗普到拜登 对于蔡淑体制 还有点信心 然而现在我可以说 蔡淑体制不存在 以后蔡英文的防火墙 没有了 蔡淑体制的金刚不坏之声 也为之破灭 尤其蔡英文 选择了陈建仁 担任葛奎以后 他做的某一些事 美国似乎是很有意见 美国真的是很有意见 不是说美国对蔡英文 个人很有意见 而是对这个蔡淑体制 就是蔡英文跟陈建仁 蔡淑体制有意见 主要是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跟美国 有意签订的几项贸易协定 到了现在还在原地踏步 美国直接了当讲 就是说你台湾究竟要什么 你能让什么 为什么不讲清楚 就是换句话说 在经贸体制的框架下 美国现在已经在开始质疑 就是台湾对于经贸框架 你蔡英文说 你是国际经贸谈判专家 已经被美国揭穿了 谈了那么久 谈不下来 然后每一次发表的讯息 每一次发表讯息 都说成功成功成功 到了最后还在原地踏步 美国感到非常不满 那第二个 就是说 美国对于蔡城体制 有没有能力掌握台海局势 有没有能力掌握台海局势 他也表达了忧虑之一 现在台湾不是很多人 讲高空气球 我们如何击落吗 对不对 认为高空气球侵犯主权吗 对不对 大家都讲这个 可是当中国导弹 穿越台北上空 打到加山基地的 花莲加山基地的正对面的时候 台湾怎么应变 台湾怎么处置 所以美国对于 对于台湾这种 所谓的 所谓的这种思维 是感到忧虑 因为他怕插枪走火 所以他一再告诫 蔡城体制 不能插枪走火 这个是军事方面 那第三个是在政治方面 政治方面 当时蔡英文也好 蔡英文手下的官员也好 跟美国简报 形式大好 或者最多是小叔 结果没有想到 全面性的溃败 全面性的溃败 你还不打紧 那更重要的 你把金刚固体 完全去除 就是美国感到 百思不解的一件事情 一个隔魁的更换 可以连搞两个月 将近三个月 那这个是美国 没有办法接受 那第四个 对于陈建仁 他隔魁的弱化 是不是代表蔡英文 要占到第一线 可是现在看 那又不像 美国是把这些余力 透过了小美琴 应该转达给蔡英文 所以小美琴 这次的反台 一方面 他要了解 台湾的政情 一方面 他要转达 当然还有一方面 他必须要跟 蔡英文 赖清德 顾立雄 陈建仁 郑文参 这些高官 汇报 美国目前的态势 那当然 美国也会关切 小美琴 可不可能成为 赖清德的负仇 所以我们 看当蔡英文 没有金康护体的时候 当蔡英文的决策 并不明确的时候 尤其是两岸关系 所造成的一些 紧张的氛围 从这些美国所关切的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台湾的外事单位 我不是讲了吗 我说台湾的外事单位 不要去蹭美国的流量 结果外事单位 他发布了一个消息 他发布的消息 就是指责我们 就是关于所谓的 高空气球的问题 台湾的外事单位 需要讲的那么多吗 事实上 就我所知 苏贞昌任内的四年 加上蔡英文的 不管是 是美国 比较肯定的 叫做金刚体制 那现在你把护体金刚 全部拿掉 自己跳到第一线 自己跳到第一线 很多事情 不做决断的时候 从这一点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对台湾的忧虑 导致了萧美琴 在内阁改组后 必须急急忙忙的 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 传达美国的讯息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蔡英文没有金刚护体以后 美国对于2023年台湾的局势 是表达高度的忧虑之一 绝不像蔡英文讲的歌舞生平 而是说 如何不发生冲突 如何进行冲突管理 那更重要 不要让危机发生 这个是美国给蔡英文的一个取取 当金刚护体没有的时候 那蔡英文面对美国的取取 我讲取取是很谦虚的话 就是美国给蔡英文的取取 当这些取取 蔡英文都做不到的时候 台湾的政局可能会变天 在佛英文的取取对于两个人 最后一天是在这些竹签的时候 讲课看的